郭靖兄,張柳村三区的三夹道路是當地農山運輸的藥德 因為年久失修,道路有這麼多當年的路大,路面嚴重破損 尤其每一次的路大後,被普通的申請大量的陶醉 老公路面,影響農民農山運輸和交通處置要安全 根據農民觀影,官議員跟人從要請農委會水保局前來會寒 也了解道路健康、疾管、政策經費來作解釋 這條路已經有十幾年沒有整修了 剛才我們也看到有請長官來看我們這個農路 有多處受損,有下陷的還有駁坎的地方太深 下雨的時候泥水都往這邊灌下去 這條散入道路真野也沒有讓人,尤其是讓後來後 大量的途流的白翁路面 白水系統和水土保持的問題需要來改善 因為像我們這個長野農民在農產運銷出去外面 因為這個地方,這個點是屬於說一個轉彎的點 而路面又比較狹窄,怕說車子有下陷的危險 掉到那個駁坎下面去的危險 所以要報請長官來幫我們處理這個 幫我們做這個破坑這樣子 經過河河河後,發現這條散入道路 年久失修,有很多位破損 當外的地方也很危險 而且有白水不良的情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路,其實路面沒有很大 然後又緊緊著轉彎的部分 然後一來四路,如果說下雨的話 山上的那個泥土,水泥,泥水都會衝到路面這來 第二,轉彎處又沒有那個護欄 然後轉彎的部分,路又不好很容易造成危險 然後曾經也有車子翻到這個邊駁下去 為了要解決這條龍路的交通安全問題 還有農山運輸的方便 鄉議員入人重鄉農委會水保協來正出經費建設 今天特別請我們水保局的長官來這邊 先揮看一下,然後看幫幫忙 然後是不是可以把這個路面或護冷的部分 來做一個因應的一個改善的計畫 當然在這邊要非常感謝中央的單位的長官 能體恤當地農民的辛勞 他們使用路面的安全性 長期以來這條龍路一直都沒有改善 全民出入非常不方便 在農山運輸也很危險 全民希望農委會水保協來改善 當地交通加強追託保持的工作 繼續環王昆插方報道 哇嗨 聲聲響 明 sao 好 好